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来看三十三世凤雨花开,十五 凤雨剑林说道,子蓝侍女,我虽然有自己的意识,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如佛林玉笛一样,请去寻找我的主人,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子蓝问道,我?我怎么帮助你? 凤雨剑林说道,我需要你带我离开凤林幻境,只要离开凤林幻境,我就可以感知到佛林玉笛中地灵的意识,就可以找到佛林玉笛了 子蓝说道,可是我出不了幻境,佛林帝后曾经给幻境设下隐秘结界,除了仙法和修为几位精纯的仙者,再就是佛林帝后和佛林帝君,幻境的任何仙者都是出不去的 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上神,但是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精纯的地步 凤雨剑林青笑道,子蓝,你忘了,我的主人曾经给过你可以使用我的力量,但是你只能使用一次 你可以用这个力量将隐秘结界批出一个缺口,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 而我也可以感到佛林的意识,可以带你去佛林所在的地方 子蓝犹豫了一下,说道,好,我带你出去 凤雨剑林再度轻笑了一下,并让子蓝的意识回归她自己的世界 子蓝退出凤雨剑林的世界后,拿起了凤雨剑 一个仙盾来到了凤梨幻境的出口处 两个手在出口的侍卫将手中的武器相交,拦住子蓝说道 子蓝上神起回,帝君和帝后数万年前离开幻境时,曾下过命令 幻境的任何仙者,不得离开幻境 子蓝没有说话,伸手取出怀装的凤雨玉佩 侍卫一剑立刻跪下行礼道 小仙见过凤梨帝后,恭迎帝后仙架 子蓝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刻离开了凤梨幻境 按道,还好帝后曾告诉我 凤雨玉佩是凤梨幻境中凤雨玉族皇族的圣物 见玉佩如见帝后,要不然我还真的出不来 子蓝出了凤梨幻境来到隐秘结界的边缘 以自己的意识查看了一下结界,来到一个结界较为薄弱的地方 抽出凤雨剑,运用地后给自己的力量,撇开了一个口子 立刻化成一道蓝烟,飞出了隐秘结界 而子蓝前脚刚出结界,后脚结界上的开口立刻就消失了 子蓝看着手中的凤雨剑问道 凤雨剑,你可感应到迪零的意识了 凤雨剑颤动了一下,发出一道紫光直指前方 子蓝立刻明白这是凤雨剑给自己指明的方向 立刻念起御风诀,向紫光指明的方向飞去 碧海苍灵,玉熙赶到了东华给她无言的安慰 问道 东华,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我们真的没有相守的缘分吗? 东华说道 玉熙,不管如何,我必定会娶你做我太成功唯一的女主人 让你成为我东华子府上阳军唯一的东华帝后 玉熙却说道 那三生石 东华说道 三生石说我们有缘如何,无缘又如何 本地君何曾惧怕过天命,也无需天命施舍 玉熙,三生石不足为惧 你可为我入星光结界,不惜好计修为救我回来 我又有何理由不为与你相守逆天而行 玉熙抬头看着东华满眼的坚定,说道 东华,你说得对,我们本就同生同长在碧海苍灵 就算我是凤灵幻境的佛灵帝后又如何,我现在也是凤与玉熙,也依旧和东华你在一起 东华笑了笑说道 玉熙,自从我苏醒以来,我们待在碧海苍灵很久了,要不我们回一趟太成功 玉熙说道 要回去可以,不过你要先闭关 东华问道 为什么,我回到太成功闭关不好吗 玉熙说道 东华,你现在身在飘渺仙境,你还没有熟悉这些心法 这里是与你同生同长的碧海苍灵,你在这里熟悉仙法,会比在太成功熟悉仙法速度快一些 再说了,你才醒来半年,我可不愿意你刚醒就回太成功劳心劳力 东华看了一眼,玉熙的神情说道 好吧,我先去闭关 等我熟悉好仙法,就带你回太成功 然后再去青秋,向白衣上身提倾 最后再去女娲娘娘处,入姻缘策 玉熙笑道 东华,你就不必去天外天了 你忘了,三舍石就是我母弟炼制出来的法器 一般在三舍石上的成双成对的名字 就是我母弟在姻缘策上的名字 不过,我可以请母弟前来观礼 东华点了点头,曲起右手食指 刮了刮玉熙的鼻梁说道 好,我这就去闭关 玉熙,等我 说着东华就往闭关室走去 开始调心熟悉仙法 玉熙也设下了仙帐,开始自我调心 等东华出关 光阴流传,日月如梭 转眼间,东华就已经闭关了三百年 这三百年间 玉熙也一直在碧海苍林陪伴着东华 也吩咐私命将四海八荒六合的所有事情 按时向他汇报 又吩咐崇林 将青秋的公文送到碧海苍林批住 遇到大的事情发生 玉熙也会立刻前去解决 一如东华城市期间 他依旧守护着天下苍生 又过了三百年 东华已经完全熟悉了飘渺先进的仙法 刚刚走出闭关室 发现玉熙设下了仙帐和姐姐保护自己 挥手破除了仙帐和姐姐 刚好看到玉熙带着玉身的伤痕回到碧海苍林 东华急步上前 辅助玉熙问道 玉熙 你干什么去了 怎么弄得玉身的伤痕 你可是身在飘飘心境的女性 又谁可以伤得了你 玉熙笑了笑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阴了过去 东华急忙将玉熙抱入寝殿 将她放在床榻上躺好后 开口换道 崇灵 崇灵听到帝君叫她 立刻进殿行李道 崇灵见过帝君 请问帝君有何吩咐 东华帝君问道 崇灵 你可知玉熙是去了何处 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 崇灵回答道 回帝君的话 小仙只看到公主殿下三天前 离开碧海苍林 只是在临走前吩咐小仙 照顾好帝君 只是小仙并不知道 公主殿下去了何处 东华帝君问道 崇灵 在本帝君闭关这六百年中 玉熙都做了些什么 崇灵回答 回帝君 公主殿下一般是练习剑法和仙法 有时下厨做一些点心 其他的时间 公主殿下吩咐小仙 将清秋的公文送到碧海苍林来批阅 还吩咐思密新君 将四海八荒六合的所有事情 按时向她汇报 东华帝君说道 本帝君知道了 崇灵 你去将思密叫来 崇灵领命退下 东华帝君握着玉熙的手说道 玉熙 你到底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六百年来 你又替我守护着这天下苍生了吗 小仙见过帝君 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 东华帝君回头一看 来者正是思密新君 东华帝君挥手设下仙灵仗 带着思密去了石宫的大殿问道 思密 你最近可有告诉玉熙 这天下发生了什么大事 思密回答道 回帝君的话 是的 在帝君沉睡期间 公主殿下曾为小仙注意六界的动向 并按时向她汇报 这六界发生的事情 一旦六界哪里不太平静 小仙都会及时禀报公主殿下 而公主殿下则会换上紫色衣裙 戴上蜜沙 引去自身的仙子和凤与花印 以一个上神的身份出现解决这些事情 东华帝君又问道 思密 你三天前 有时发现了哪里不太平 思密回答道 回帝君 是紫竹山 东华帝君疑惑道 紫竹山 那座山上只有一片竹林 自会不太平静 思密回答道 回帝君 曾经紫竹山是只有一片竹林 可是小仙前几日发现 紫竹山的竹林中出现了点点黑色 刚开始小仙并没有注意到 可是三天前黑色扩大了不少 小仙觉得事情不对 下去查看了一番 发现那点点黑色 竟全是黑色的曼陀罗花 而且小仙还感觉到十分异常的气息 只是小仙心里低微 看不出来什么 只能回来禀靠公主殿下 小仙记的公主殿下 当时就变了脸色 换了衣装后 吩咐完成林 就立刻去紫竹山了 东华帝君说道 本帝君知道了 你退下吧 思密听后 行了一礼 直接退下了 东华起身回到井殿 挥手撤去了仙灵杖 千里传音给十里桃林的哲言道 哲言 速来碧海苍林 晚了 就拔了你的毛 而身在十里桃林的哲言上神 接到东华帝君的千里传音 对着正在跟他下棋的白珍说道 珍珍 我要去一趟碧海苍林 白珍说道 怎么了 可是小九出了什么事 哲言说道 东华说小九受了伤 要我去看看 白珍说道 要不我也一起去 我有几百年没见过小九了 哲言点了点头 起身走出木屋 念起御风诀 带着白珍 一起去了碧海苍林 东华帝君感觉到了 哲言和白珍的仙子 挥手撤去碧海苍林的结界 哲言撤去御风局 降落在石宫外 携白珍进入了石宫的请殿 白珍问道 帝君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九现在怎么样了 东华帝君摇里摇头说道 玉璽一直没有醒过来 虽说本帝君 为他喝了一点吃惊喜 但是本帝君的御术不如哲言 这才叫你们过来看看 哲言点了点头 走进长榻 伸手搭在玉璽的脉搏上 细细地整脉 哲言突然脸色一变 急急地说道 东华 小九可是去了紫竹林 东华帝君点点头说道 不错 玉璽是在去过紫竹林 回来后才晕倒的 哲言又问道 东华 你可知紫竹林 发生了什么事吗 东华帝君回答道 本帝君听斯敏说 紫竹林开了许多 黑色的曼陀罗花 当斯敏告诉玉璽时 玉璽也时立刻变了脸色 哲言 玉璽到底怎么样了 哲言说道 果然 黑色的曼陀罗花 加上紫竹林特殊的地理环境 会让先者丧失一部分修为 陷入昏迷 看小九的情况 定是进入了紫竹林后 吸入了曼陀罗花的香气 然后进行了一场恶斗 才会落得一身伤痕 而且这些伤痕上 还沾有曼陀罗花的花枝 还好她是身在 飘美仙境的仙者 又是女娃娘娘的血脉 虽说被曼陀罗花 限制住了修为 周深的仙者看来 也只是一个上仙 但还是难免陷入昏迷 更何况 她经过恶斗后仙法不足 还强行运转几三成的仙源 提升仙法 以自身的仙生为载体 吸取了所有的曼陀罗花 散发出来的香气后 摧毁了所有的曼陀罗花 东华帝君问道 可有余智的办法 哲音说道 有是有 但是很麻烦 而且希望不大 东华帝君问道 是什么办法 需要什么 本帝君都可以找来 哲音说道 东华 旧玉西 除了需要你的赤金喜 还需要与玉西同源的凤雨花办 但是这世间所有的凤雨花 都是因为玉西是凤雨花皇而盛开 跟玉西不是同源 我记得父神曾经说过 世间有一个凤梨幻境 幻境里都是盛开的凤雨花和佛林花 但是这个幻境 被极为精纯的仙法所隐匿 而且根本没有先知 知道这个幻境在哪里 东华帝君问道 哲言 你看本帝君 已经飞升飘渺仙境 那用本帝君的神石 散布四海八荒 是否可以找到凤梨幻境 哲言摇了摇头说道 东华 你虽已飞升飘渺仙境 仙法和修为确实很精纯 但是还到达不了 那极为精纯的目的 是找不到凤梨幻境的 此时床榻上沉睡的玉西喃喃道 东华 九重天雀 凤雨 玉佩 东华帝君听到了玉西的声音 突然问笑收档 哲言 我们立刻回九重天雀 去天宫的藏树阁 寻找关于凤梨幻境 和凤雨玉佩的记载 白震 麻烦你立刻回青丘 查阅青丘的典籍 看看能不能找到 关于凤梨幻境 和凤雨玉佩的线索 质疑魔族 本帝君会传言给上晚 让他帮忙翻译魔族的记载 哲言和白芝说道 好 我们立刻就去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千里传言给上晚后 挥手将玉西换为凤雨花的原身 收入袖中 转身带着哲言念起玉风诀 飞往一十三日太神宫 白震也念起玉风诀 回到青丘的藏书阁 而远在昆仑须的上晚 接到东华帝君的传音后 跟莫渊说了一声后 飞往魔族 吩咐现任魔君验尺物 查阅点击 身在昆仑须的莫渊 也在昆仑须的点击库中 不断查找着线索 一十三日太神宫 东华帝君撤去玉风诀 降落在太神宫门口 跟跨进太神宫的大门 崇林仙观营上前行礼说道 崇林见过帝君 见过哲言上身 东华帝君挥手 示意她免礼 问道 崇林 何事 崇林回答道 回帝君 六百多年前 有一位俄间带有 长色凤雨花印记的女上神 前来拜见帝君 小仙虽然告诉了她 帝君此时不在太神宫 但是那位女上神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小仙问过沐云将军 和上官将军后 将她安排 住在太神宫对面的 鱼二宫里的紫英格 不知帝君现在可要见她 东华帝君说道 崇林 本帝君先将玉玺送回玉玺殿 一句带她来玉玺殿 本帝君在玉玺殿见她 崇林先官领命 前去紫英格 请那位女上神 东华帝君 帝哲言进入玉玺殿 从袖中取出凤雨花 放在长榻上 挥手将凤雨花 恢复成了玉玺 问道 哲言 您可有压制曼陀罗花的 毒性的药 哲言伸手 换出一个紫瓶 说道 有 这是一毒丹 可以暂时压制曼陀罗花的 玉玺恐怕会一直沉睡 直至羽化 东华帝君接过折眼 手中的瓶子 打开玉塞 倒出一颗丹药 小心翼翼地扶起玉玺 让她靠在自己身上 为她扶下丹药 说道 可是本帝君的先法不过精准 根本无法知道凤凌幻境 究竟在四海八荒的哪一处 不知道西瑞定先神之律法 掌六界之生死的天地共主 东华帝君 想找凤凌幻境做什么 一个清零的女生想起 东华帝君闻言 放玉塞躺好后 一挥手 设下隐匿先杖 隐藏着玉塞的心声 冷冷地问道 是谁 此时 崇离仙官带着那位女上神 进入玉塞殿 女上神刚进入玉塞殿 抬眼看了一眼东华帝君 立刻行礼道 子兰见过弗林帝君 弗林帝君 已经数十万年了 子兰终于再次见到你了 东华帝君听了子兰的话 微微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叫本帝君 弗林帝君 本帝君是东华帝君 号称东华子府少阳君 不是你口中的弗林帝君 本帝君听崇离说 你要拜见本君 所为何事 子兰有些激动地说道 帝君 小心是子兰啊 是凤林幻境的弗林帝后 身边的侍女 你不记得小心了吗 东华帝君听到了 凤林幻境四个字 立刻问道 你说你来自凤林幻境 子兰回答道 是啊 小心是来自凤林幻境先者 东华帝君说道 本帝君确实不认识你 你竟然说你来自凤林幻境 不一定知道凤林幻境的位置 也可以出入凤林幻境外的引力结界 那你可否带本帝君 去一趟凤林幻境 子兰却说道 帝君 子兰的确知道凤林幻境的位置 但是子兰现在也回不去凤林幻境了 小仙现在只是个上神 宪法还不够精准 本来根本离不开凤林幻境外的引力结界 可小仙为了可以出来 运用了凤林帝后 给小仙那只能使用一次的力量 以凤与剑劈开了一道裂缝才可以出来 不知东华帝君想去凤林幻境做什么 东华帝君说道 本帝君想去找一朵与凤与花黄 同源的凤与花 再加入本帝君的赤金血救玉溪 子兰惊道 东华帝君 您说凤与花黄 您见到凤与花黄了 它在何处 东华帝君挥手撤去了隐秘仙杖 直了直躺在床上的玉溪 说道 就在那里 是四海之内八荒至耳 六合之中唯一的凤与花黄 凤与玉溪 子兰顺着东华帝君手指的方向 看了过去 看到了躺在床上沉睡的玉溪 立刻走过去行礼道 子兰见过弗林帝后 帝后 子兰终于见到您了 但是玉溪没有给子兰任何回应 子兰疑惑道 弗林帝后 您怎么了 为何不理子兰 东华帝君说道 子兰 玉溪以自身为载体 吸收了曼陀罗花的毒 唯有与玉溪同源的凤与花 和本帝君的赤惊喜相容 才可以解满陀罗花的毒 本帝君刚刚也接到了 几位仙者查找 凤与幻气和凤与玉佩的 结果的传音 技术一无所获 子兰轻轻一笑 伸出右手 搭上了玉溪的脉部 左手从怀中取出一朵 鲜艳如火的凤与花说道 这就是东华帝君要找的 与凤与花黄同源的凤与花 请东华帝君献出赤惊喜 好给佛灵帝后解毒 东华帝君身手 换出一把匕首 割破手腕 将赤惊喜滴入凤与花中 渐渐的 火红的凤与花 慢慢地染上了淡淡的金色 子兰说道 好了 请东华帝君止血 小仙志就给佛灵帝后 服下凤与花 解去曼陀罗花的毒 东华帝君施展仙法 愈合了伤口 哲言立刻取出补血单 给东华服下 说道 你也不注意一下 还当你的赤惊喜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吗 就算你身在飘渺心境 也不但像你这样不要命的 东华帝君说道 无妨 只要可以救玉兮 就算一命换一命又如何 本帝君曾以命护苍生 如今本帝君是想以命 护住此神圣最爱的女仙 子兰侍女已经施法 将凤与花 换成枝叶 为玉兮服下 将玉兮身上沾染了 曼陀罗花毒的伤口 开始慢慢愈合 说回右手 或说道 好了 凤与花和赤惊喜 已经开始截曼陀罗花的毒 但是毕竟已先身 承受了太多的曼陀罗花毒 又强行启用了三成的先缘 虽说东华帝君 先为弗林帝后的赤惊喜 缓和了一下毒素的扩散 但是此毒还是上级原神 弗林帝后 只要沉世上一个月 就可以恢复如初了 此番也算是弗林帝后的一劫 不过也算是晕霍得福 弗林帝后以后 便是百毒不清之体 东华帝君问道 子兰 以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你的来历 子兰点了点头说道 可以 小仙这次出凤临幻境 本就有三个目的 其一就是找到 曾经在尔水河帕 开解凤与战 全面血泽而语化的 佛林帝后 以及与帝后 约定生死相依 为守诺言 自毁先生的佛林帝君 其二就是前来恢复 佛林帝后 和佛林帝君的记忆 其三则是告诉这四海八荒 曾经的凤临幻境 内发生的历史 但是这里不是说话的好地方 东华帝君 哲言上神 小心看 我们还是去大殿吧 佛林帝后需要静养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伸手一挥 给玉西设立一个仙灵杖 吩咐崇临刚刚挑来的 两位仙鹅照顾好玉西后 便带着子兰和哲言进入大殿 崇临仙官则施进殿 奉上茶水后 退出大殿 不让任何仙者进入打扰 子兰拿起桌上的茶水 喝了一口赞叹道 真是好茶 出品无味 再品则甘甜 且回味无穷 没有一丝一毫茶的苦涩 东华帝君说道 这是佛林花茶 是玉西在碧海苍林 为本帝君研制出来的 子兰伸手放下茶杯说道 不错 佛林帝后的确拥有一手好厨艺 听佛林帝后说这一手好厨艺 是在日月山谷 跟庞古大帝学艺时练就的 哲言也喝了一口茶说道 子兰 你可以为我们解惑了吗 子兰说道 那小仙就从凤雨幻境 和佛林幻境同时诞生 两位仙童开始讲起吧 在数十万年以前 这世上只有两个幻境 一个名叫凤雨幻境 是由幻云决议帝君 和幻云雪云帝后掌管 幻境中的仙者 鹅间皆有一朵凤雨花的印记 而幻境中则有一个预言 说是幻境中会诞生一位 鹅间带有红色凤雨花胎记的女仙 此仙者将会是这世间 唯一的凤雨花皇 果不其然 决云帝君和雪云帝后的女儿 幻云洛宇公主 就是预言中的凤雨花皇 鹅间帝君和轻语梦领掌管的佛林幻境 也诞生了一个男婴 名叫轻语乐华 如此 两位仙童在不同的幻境成长 且在两千岁前一同飞升为上仙 在三千岁时同时离开幻境 前往日月山谷的日月居 拜盘古大帝为师 在盘古大帝身边学艺 多年后 盘古大帝溃得天机 将被幻云决议帝君和轻语指宣 合力封印的记忆 和先法的困了须 还给了还是上神的佛林帝后 后来佛林帝后幻云落语 和佛林帝君轻语落华 解除了昆仑序的封印 经历九九八十一道天雷 飞升了尊神 还恢复了自己曾经的记忆和仙法 可以再续曾经天命 所不允许的前缘 但是好景不长 在佛林帝后和佛林帝君婚礼后 施法合并两个幻境后的第三天 袖族蠢蠢欲动 开启了诸仙士魂阵 此阵唯有破解先前四阵 进入阵心的尊神 祭出元神 才可破解诸仙士魂阵 这场战役中 凤羽一族的帝君帝后 和佛林一族的帝君帝后 愈化于诸仙士魂阵 而佛林帝后 则是祭出星光节界 以凤羽一族的上古阵法 凤羽阵全面血族 恢复了世间的和平 但是佛林帝后却愈化了 佛林帝君随后自毁先身 追随佛林帝后愈化而去 凤羽幻境从此 也再没有先者进出 而且幻境由佛林帝后 和佛林帝君设下的 隐秘仙杖保护 所以在这四海帮荒内 是没有先者 可以查出幻境的所在之地 时间一长 很多先者都认为 我们凤羽幻境 已经完全消亡于世间 而不复存在了 哲言问道 那你此番出来 要怎么恢复他们的记忆 子兰笑了笑 从怀装取出一块凤羽玉佩说道 自然是用这块凤羽玉佩 这凤羽玉佩在凤羽幻境中 是凤羽一族的圣物 一共有两块 一块与盘古大帝所造的 法器凝破灯 一样可以凝聚先者魂魄 另一块 这是用来保存先者的记忆 等待必要时刻几封 可以凝聚先者魂魄的凤羽玉佩 就在佛林帝后身上 而我手中的这块凤羽玉佩 就是封印着佛林帝后 和佛林帝君的记忆 东华帝君说道 原来是这样 难怪当年玉西 在水沼子神宫 飞升尊神时 没有恢复曾经的记忆 原因就是缺少了 这块凤羽玉佩 子兰 你可知如何解除 玉佩上的封印吗 子兰说道 自然 这是凤羽玉族的圣物 解开封印 需要佛林帝后 和佛林帝君的 一滴心头血 东华帝君想到 子兰画中的关键 放下手中的茶杯问道 子兰 你说佛林帝后 与佛林帝君 有未尽的前缘 而佛林帝后前世的名字 叫幻月落语 现在叫凤羽玉西 但是为何三生石上 幻月落语的名字旁边 是一片空白 没有其他仙者的名字出现 子兰淡淡地说道 这是小仙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小仙记得六百多年前 借助凤羽剑中的凤羽剑林 对佛林帝君的法器 佛林御地中的 狄灵的感应 小仙来到了 九重天阙的诸仙台 看到了佛林帝后旁边 确实没有名字 当时小仙就感到很疑惑 正在沉思的时候 三生石发出了一道紫色的光芒 叫小仙吸了进去 小仙记得是 在一片白色的空间醒来 看到了一团紫色的滑光 也记得那团紫光告诉小仙 那是他自己用自己的意识 创造的世界 他告诉小仙说 他数十万年前 就离开了凤羽幻境 拦了诸仙台 一直在等凤羽剑林 离开凤羽幻境 还说他为了保护 佛林帝君的命定的姻缘 挡住了他取心头血 染剑 准备去混聚名字的那一件 然后覆盖住了他的名字的同时 还封印了他的琴破 折言看向东华帝君说道 原来是这样 诗集中曾记载 封印琴破的仙者 等于封印了自己全部的情感 难怪东华你数十万年来 未对任何爱慕你的女仙动过心 也对于任何生灵 归于尘土都大漠如水 平静无波 而且我还记得 我那时很疑惑 你毁去了三舍时尚的名字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天罚降下 原来是被佛林御敌挡住了 还盖住了你的名字 东华帝君没有理会者言 又问道 子兰 按你这么说 本帝君的琴破被封 这一生中应该不会出现红乱心动 但是为何 本帝君会对玉兮的 力竭之身白凤九 清晰不已 子兰回答道 女帝与东华帝君的浅室 本就有着未尽的缘分 虽说佛林帝后 在神魔大战中 与化后重生 为青丘地基白凤九 但是她的原神 始终散发着佛林帝后的气息 而佛林御敌的狄 又对佛林帝后的气息极为熟悉 在白凤九用仓和剑 自断一尾 去三生石上刻字的时候 佛林御敌的狄灵 已经认出她来了 自然就解封了 她所封印的情魄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表示 她已经完全理解了子兰的话 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道 原来本帝君当时 并没有毁去自己的名字 怪不得玉兮当时 用女王娘娘教她的 可以改写三生石的先法 都没有刻上本帝君的名字 也难怪三生石上 会出现一道紫光 挡开玉兮的剑 本帝君的名字 本就在三生石上 玉兮就算刻上了 又会随风消散 东华帝君顿了的 问道 子兰 你说本帝君的前世 就是佛林帝君 那佛林御敌 是本帝君前世的法器 那为何本帝君 现在控制不了佛林御敌 子兰不急不慢地解释道 东华帝君 虽说您已经飞升了 飘渺仙境 可是您还没有与佛林帝后 用心头鞋 解除小仙手中的 这块凤语玉配上的封印 不但没有恢复 您应有的记忆和仙法 而且您和佛林帝后的 原神空缺 没有完全补及 这块凤语玉配中 不但封印了您与佛林帝后的 曾经的记忆和仙法 还有一丝原神 这样您是无法掌控 佛林御敌的 就如同现在的佛林帝后 无法掌控凤语剑一样 哲言说道 子兰 佛林帝后现在 却沉睡在雨漆殿 只要滴入心头血 就可解除封印 恢复记忆 为何不快点去呢 子兰说道 哲言上神 佛林帝后是因为 吸收了大量的 曼陀罗花毒 以仙体为载体 来化解毒素 而且又经历了 一场恶斗 虽说现在已经解开了 曼陀罗花的毒素 但还是损伤了 地后的仙体 再加上地后 以众生的仙体 强行调动自己体内的 三分仙缘 加速了曼陀罗花的 毒素的扩散 生计仙缘昏迷不醒 尼克只解除 凤语玉配的封印之后 玉配中的记忆 仙法和一丝原神 会迅速回归 仙者的仙体之中 那时会对仙者的仙体 造成冲击力 清醒的仙者 本就灵台清明 本就可以自行融合原神 慢慢地恢复 仙法和记忆 但是对于 昏迷的仙者而言 就是灭底之灾 这力量会让昏迷的仙者 立刻原神破碎 形式消散于世间 那时佛林帝后 就会真正地 完全应急语化 不会再回来了 东华帝君听后说道 不急 这数十万年都等过来了 又不差这一会儿 左右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本帝君还是等得起的 崇林 立于大殿外的崇林仙官 听到东华帝君叫他 立刻进店行礼道 崇林拜见帝君 拜见哲言上神 拜见子兰上神 请问帝君有何吩咐 东华帝君挥手 示意他免礼 说道 带子兰上神回子营阁 好生照顾 不许怠慢 崇林行礼道 是 帝君 说完便走到子兰身边 伸手请道 子兰上神 请随小心来 子兰也不久留 收起凤与玉佩说道 小仙先回子营阁 闭关调息 一个月后 佛林帝后苏醒后 小仙会过来 替帝后和东华帝君 解除封印 说完便随崇林仙官离去 东华帝君对哲言说道 哲言 你可是想留在本帝君 这太成功过夜 可惜这太成功 没有空余的房间 哲言一听就知道 这是东华帝君 在对自己下逐客令 伸手换出一个绿色的小字瓶 递给东华帝君说道 我这就会是立桃林 这个瓷瓶里是补食意气的丹药 一天一粒地服下 可以慢慢地调理玉佩的仙体 他现在还在沉睡季节 只能你来为他服下 东华伸手接过瓷瓶说道 多谢 哲言摆了摆手说道 别 我还真当不起你这一声谢 告辞 说完 哲言变化成一道白烟 消失在太成功 东华帝君看着慢慢消失的白烟 挥手将瓷瓶放入虚顶后 便回自己的华阳殿休息去了 玉佩殿里有东华帝君 并不担心 自己先前用自身的灵力 设下的仙帐 可以保护好玉佩 一个月后 玉佩从城市中醒来 一睁眼就看见了东华 为了保护他而设下的仙灵帐 又转头看了看似中 自己熟悉的布局 立刻明白 自己现在是在一十三天 太成功的玉佩殿里 玉佩起身 一挥手破了东华设下的仙灵帐 盘腿坐在踏上运弓调膝 发现自己的仙法 不但完全恢复了 连自己已仙体承载的 所有曼陀罗花毒 也全部消失了 玉佩正在疑惑中 感应到自己身下的仙灵帐 发生波动的东华帝君 立刻来到了玉佩殿 见到玉佩搜醒了 问道 玉佩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玉佩看到东华帝君 担心的眼神开口说道 东华 我没事 对不起 我又让你担心了 东华坐到玉佩床边说道 玉佩 你以后不要独自去处理一些大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醒了过来 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守护着天下苍生 玉佩点了点头 问道 东华 我身上的伤是谁治好的 据我所知 黑色的曼陀罗花的花毒 是世间十大花毒之一 而且要是要吃惊喜 和与我同源的凤与花 而世间所有的凤与花是因我而开 与我不是同源 哲言的艺术虽然精通 但是也解不了这种毒吧 东华说道 不错 哲言确实也解不了这种毒 不过玉佩 你先告诉我 紫竹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已经身在飘渺仙境 为什么会动得一身伤痕 玉佩淡淡地说道 灯华 思命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紫竹林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黑色曼陀罗花 此花本就大有毒素 可是曼陀罗花经过紫竹林的催化 散发出来的香气 就会折损仙者的羞尾 我记得这黑色的曼陀罗花 只在红荒乱世的紫竹林开过 但是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也无迹可寻 三天前我听思命汇报说 黑色曼陀罗花又出现在紫竹林 便想去一次性毁掉紫竹林的花 涌出后话 至于我的伤 是我到达紫竹林后 本想直接施法毁掉曼陀罗花 但是我感觉到了若有若无的仙人的仙泽 这才屏着呼吸近您查看 没想到却发现了很多被绑来的仙泽 我当时问了一个仙泽 他告诉我说 绑他们来的是鬼族的一个名幻交机的女子 女子说要以他们的仙泽为辅 让自己吸收大量 经过这些仙泽的仙泽进化后的花香 来提升自己的修为 以备于日后攻打天族 我用我的治疗术治好了他们的伤势 救了所有仙泽后 找到了鬼族的交机 没想到 他竟然换出了上古十大凶兽之一的九亿天龙 还在撤我不备时 用沾染了黑色曼陀罗花枝叶的银舌软鞭 偷袭我 折算了我的修为 而九亿天龙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逼得我不得不调动自己的三成仙人 使用上古秘术祭祀来恢复四身 视为漂白仙境的修为 杀了九亿天龙 隐蔽了交机的性命 最后以我的仙体为载体 吸收了花的香气 来慢慢地净化曼陀罗花毒 摧毁了所有的曼陀罗花 也毁去了曼陀罗花的根 东华帝君说道 玉璽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了解的一定要叫上我 我们一起面对 还有 解开您体内的曼陀罗花毒的 是一名叫紫兰的女上神 据说她是来自凤雷幻境的仙者 幻境那不是早就消亡于世间 且不复存在的幻境吗 怎么还会有仙者呢 东华说道 玉璽 风力幻境并没有消亡 而是被一道极为精神的 隐蔽仙法所隐藏了起来 由于幻境的仙者无法外出 所以我们都认为 这个幻境消亡了 不错 我们幻境依旧存在于世间 只是不被任何仙者所知 一道清零的女生传入玉璽殿 玉璽抬头看向殿门 来者正是刚刚几数闭关的紫兰 紫兰进殿行礼道 紫兰见过佛林帝后 玉璽说道 紫兰 我叫凤雲玉璽 是天外天女娲娘娘的女儿 听东华说 你来自凤零幻境 我母弟曾告诉我说 我前世的身份不简单 也说过 我很有可能是凤零幻境中 已经消失的佛林帝后 紫兰 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紫兰说道 女弟 紫兰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解开帝后 和帝君封印的记忆 让帝后和帝君 恢复前世的身份 和应有的仙法 玉璽问道 我和帝君要如何做 才可以解开封印 紫兰伸手拿出 环中的凤雲玉佩说道 帝后 只需要将你和帝君的 一滴心头血 滴入凤雲玉佩 即可解开封印 玉璽点了点头 看了眼东华 东华握紧了玉璽的手 说道 玉璽别怕 玉璽便伸手 换出了一把精致小巧的匕首 和一只玉碗 毫不迟意插入自己的心头 取出了自己的心头血 滴入玉碗后 施法愈合伤口 而东华帝君 此时也取出了 自己的心头血 滴入玉碗中 玉璽将装有自己 和东华的心头血的玉碗 交给紫兰说道 好了 现在你可以解开 凤雲玉佩封印了 紫兰接过玉碗 将玉碗中的血 滴在凤雲玉佩上 玉佩瞬间发出万道金光 慢慢地化成 一紫一红两道影子 红色的影子 进入了玉璽的凤雲花印记中 而紫色的影子 则立刻进入了 东华帝君的额间 一个紫色的玉璽花印记 出现在东华帝君的额间 东华和玉璽 立刻盘腿做好 印记功力 将那一缕元神 与自己的元神 慢慢融合 也慢慢地理顺 自己体内的先法 整理自己脑海中 出现的记忆 一个小时后 四海之内 八荒之耳 六合之众 都看见 一紫一红两道光芒 直冲云霄 身在十里唐灵的白针问道 哲言 这是什么情况 哲言看着这两道光芒说道 珍珍 这是创世之神回归的象征 是弗林帝尊 和凤与花尊回归了 等光芒按下去 太成功内 东华帝君和玉璽 同时睁开双眼 看向对方 东华帝君 微钩唇角 开口说道 好久不见 凤与花尊 晃云落语 玉璽也微钩唇角 轻声笑道 是啊 数十万年了 你我终于在此相见了 弗林帝尊 轻语落滑 说完 玉璽回头 看向紫莱说道 数十万年了 紫莱 你终于离开了凤与幻境 前来一十三日太成功 恢复本尊和帝尊的记忆 和应有的宣法 紫莱 本尊记得在凤与幻境时 本尊的母后 给过本尊一块凤与玉佩 你为何又有 另一块一样的玉佩 紫莱行礼道 回帝后的话 小仙手中的这块凤与玉佩 是雪莹帝后 在女帝和佛林帝君 结婚后给小仙道 小仙记的雪莹帝后 跟小仙说过 在凤与幻境的皇族的圣物 就是这两块凤与玉佩 一块是只要染了仙者的鲜血 就可以在他们的原神消散后 重新凝聚仙者的原神 且封印仙者消散原神前的神位 神识和修伟 只要用仙者的鲜血地在玉佩上 就可以解开封印 恢复自己以前的神位 神识和修伟 这玉佩就在帝后手中 还有一块是封印记忆的 告诉小仙说 根据他自己的预知未来的仙法 自己和决一帝君 会在这次尔水河畔的战役中语化 而帝后则会开启凤与阵全面续族 佛林帝君的父母 也会语化于这次的战役 而帝君会自毁先身 追随帝后而去 雪莹帝后知道 凤与一族的皇族仙者 和佛林一族的皇族仙者 会因帝后手中的凤与玉佩 重组人神 并化出新的仙体 但是会失去记忆 于是雪莹帝后 复制了帝后和帝君的记忆 封印在这块凤与玉佩中 还抽取了一丝元神 一并封印在玉佩里 于是惊讶地说道 预知未来 那可是本尊的特殊能力 本尊的母后 怎么也会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母后 是何时抽取了 本尊和帝尊的元神 为何我们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大家想快点看下一篇的 赶紧订阅大雪莹 打开小铃铛 我是雪莹 咱们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订阅